好,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先看一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说 Today, enough soundings are available to enable a relief map of the Atlantic to be drawn and we know something of the great variety of the sea-based topography 这是表示到了当今呢 我们的大海已经相当了解了 到了当今,已经足够多的海洋深度的数据 可供我们能够画出一幅大象底的地形图了 这个我们看到are available to do be available to do 比如有某东西可供怎么样 在这儿是有足够多的海洋深度数据相对吗 可供我们使一张地形图能够背画出来 我们用主动翻译 就使我们能够画出大象底的地形图了 relief map叫地形图 所以固定搭配记住就好了 这个enable something to do 跟这个to是跟enable固定搭配的 好,and引出第二个变得去 并且怎么样 我们对于这个海底的地形的千变万化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这个know是固定跟of来搭配 know something of about something 咱一会会说 这个of the sea-based topography 海底的地形是修饰前面这个variety 海底地形的多样多变 有了一些了解 好,我们先看一看这个available这个词 be available to do 这个是固定搭配 而且它根据主语不同 含义可能不一样 如果这个事物做主语 是有某个东西可供怎么怎么样 你比如说 fans are available to assist teachers who want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现在有一些资金 可供资助那些希望参加会议的老师 有什么什么可供来干嘛 可能要去那个地方 机票钱老师掏不起 现在好了 有资金可以资助他们了 有什么时候可供怎么样 但注意如果人做模式 那就得翻译成 有时间有空做模式了 就像be free to do 有时间 比如说 my professor is always available to talk to her students 说我的教授啊 总是有空跟他的学生来交流 来交谈 有空有时间 be available to do 本文中事物做主语 是第一个意思 那么已经有足够多的海洋生的数据 可以enable使能够 是一个relief map地形图 什么地形图 of the Atlantic 大西洋的地形图 to be drawn 被绘画出来 这不是画的意思吗 被画出来 并且我们呢 对于海底地形的多样性 千变万化 也有了一些了解 这个no跟off搭配 这个off可以混成about 固定用法 你别看一些小字 如果不会用的话 很容易用错呢 no经常跟什么 nothing anything something 这样的词搭配 你比如说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is 对此 我几乎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 还有呢 你想 not much is known about his background 关于他的背景 所知不多 也是用know something 用被动了 我们还是about 这about的话呢 off是完全一样的 you know nothing of this business 关于这个事儿啊 你根本一无所知 business不一定表示 这个商业和公司 可以表示什么事情啊 或生意也行 你对此一无所知 百分钟也适用off搭配 并且我们对海底地形的多样 有了一些了解 好 后面我们就是有了什么了解呢 第二句话详细来展开 咱们看第二句话 since the sea cover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earth's surface it is quite reasonable to regard the sea floor as the basic form of the crust of the earth with superimposed upon it the continents together with the islands and other features of the oceans 那么在逗号之前 这个信息引导的是一个 原因壮与重句 因为 来 因为这个海底 这个大海啊 因为大海覆盖了我们地球表面的 大多数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大海 那么这是原因壮与重句结束了 后面这个白颜色的是 巨子的主干结构 这个it is quite reasonable 这是完全合理的 这个quite可以表示 completely 完全的 完全合理 那么这个it呢 是形式主义 什么是完全合理的呢 这个动词不定式 这个白颜色的带下号线的部分 是动词不定式所真正主义了 就是regard是个as the famous by a kind of series 把海底看得是地壳 the crust of the earth 不是地壳吗 地壳的基本形状 是很合理的 因为地球大不拥海 把海底看得地壳的基本形态 是很合理的 再加上什么呢 with一直到巨末 这是个独立主格结构 顺便说一句 with superimposed upon it the continents together with the islands and artificials of the oceans 这个独立主格结构呢 咱们回忆一下 它是有借词with 这个with加不加都行 然后后面加上逻辑主语 再加上非位语动词就好了 但是with后面呢 本文中先加了非位语动词了 superimposed upon it 被加在它上面的 superimpose 我要是把A放在B的上方 搭配应该是superimposedA onB或者uponB 这个superimposed 后面加过去分词 没有比语了 可明显是过去分词 就后面加了字母D了 而且它没有比语 过去分词 被附加在它上面的这个他 明显指的海底 被附加在海底之上的 with后面先加了非位动词了 说明语序变化了 因为with后面应该先加逻辑主语 为什么先加非位动词呢 逻辑主语太长了 逻辑主语从这开始到巨末都是 你看是什么被附加到海底之上呢 大陆再加上岛屿 以及海洋的其他形态 被附加到了海底之上 构成了整个的这么一个地窍 这会明白了吧 with 应该正常语言是with the continents together with the islands and other features of the oceans superimposed upon it 但这么写头重绞性了 所以你看把独立主合结构也打碎了 为什么呢 为了避免偷重矫情 整个这就看明白了 好 这里边有些小的句型 可以先记一记 那么做某事是完全合理的 这个我们可以用的搭配加 it is reasonable 或者是legitimate 或者justifiable 咱们讲过 可以表示合情合理的 我们回顾一下 是不是在11课就讲过justifiable 有道理的合理的 而且讲过这几个题块 我们再读一下 reasonable legitimate legitimate 再看第三个 justifiable justifiable 如果加情一句 可以叫quite 做某事是完全合理的 做哪个事 to do 是真正主义 前面it 形式主义就好了 看一个例子 it is quite reasonable for China to demand Japan to thoroughly rethink the Yashukuni shrine issue 中国完全有理由 要求日本 去彻底的重新考虑一下 静国神社问题 这个shrine 可以表示 祭奠某人的神社神坛 是这么一个 这个 thoroughly 就彻底的 rethink 就重新考虑 你看 对某人来说 做某事 是完全正当合理的 只不过呢 本文中 他没有说是对谁来说 所以后面那个 这个 for somebody 就没有了 那在本文中 强的对谁来说 做某事很合理呢 可以加for 对中国来说 做这个事很合理 这个剧情 可以顺便把它记住 那么做某事 对某人来说 很合理 无可厚非 在新概念三册的 24个贵中窟窿 见过另外一个选择 这个就更通俗一些了 叫做 It's all very well for somebody to do 做某事 无可厚非 完全正当 It's all very well for somebody to do 固定搭配 当剧情背下来就好了 做某事无可厚非 我们在复习三册 第24个 It's all very well for such things to occur in fiction It还是形式主义 固定是真正主义的 对于这种事情来说 发生在小说之中 是无可厚非的 但现实生活中 就不太可能了 这个剧情也行 对某人来说做某事 正当合理 无可厚非 本文中 真正主义是 做什么事 是很正当的呢 就是把海底 Regard ASB 把海底 看得着地壳的基本形态 是完全合理的 但除了海底之外 还有别的呢 还有什么呢 后面 这个独立主格结构 我们注意 书上的印刷错了 书上的印刷错了 你看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这样的 书上把逗号 放到了upon后面了 这印刷错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句子就错了 注意逗号 应该是it的后面 with superimposed upon it the continents together with the islands and to other oceans are the features of the oceans 正常语续是这样的 with 先加 逻辑主语 是什么被附加到了 海底之上呢 大陆together with the islands 再加上来 再加上岛屿 以及海洋的其他的特征 被附加到了海底之上 加在一块 构成了整个地壳 这就看明白了 但这么写呢 头重脚轻了 因为这逻辑主语 太长太长了 改变逾序了 把非位语先说 逻辑主语放到后面来了 为什么这用被动呢 因为superimposed搭配 是极物动式搭配 superimposed a on b 或者upon b 把a 附加到b的上面 所以这个是被附加上的 用过去分词是正确的 upon b an来得更正式一些 那么复习复习 独立主合结构 不就是with 加不加都行 然后加名词 或名词园 这个逻辑主语 再加飞飞动词就好了 咱们的18课就见过 我们再回顾一下104页的第9行 104页第9行 it is possible that upon session occasion a battle ensued with sharks being driven away or killed 很有可能在这个场合下 一个战斗随着发生了 其结果是鲨鱼 要么被赶走 要么被杀死了 with加这个名词短语 就是它的逻辑主语是鲨鱼 飞动词是被赶走 被杀死了 这是标准结构 只不过它本文中语序改变了 好 后面进一步描述 这个大陆和海底之间的关系 咱们看下面的第三句 它说 the continents form rugged tablelands which stands nearly three miles above the floor of the open sea 白颜色是主句 大陆构成了崎岖不平的高地 这个rugged形容词表 是里出外进 犬牙交错的不平的 其出不平的高地 tableland是高地 就是地是比较高的地方 而怎么样呢 这个高地怎么样 大概在辽阔的海洋的海底之上 高达三英里左右 大海不是大概两到三英里 那个深吗 大陆当然比海高达三英里左右 这么一个 这个stand不是站在那 是个系动词叫有多高 这是书面语第三册就见过 那我们就看一看这个stand stand做系动词 我们直接跟数量词做表语了 系表结构 这个句子 the tower stands twenty meters 不能翻译成这个塔站了二十米 它并没有站在那 这个塔高达二十米 可以这么说 有多高 这是系动词 当然通俗场用B动词就好 the tower is twenty meters 或 twenty meters high 都可以 那么还有一个叫 有多高 多长 多宽 多深 都行的 用measure measure 比如测量丈量 是普通的动词 但表示有多长 多深 多宽 多高 就系动词了 后面还用数量词做表语 你比如说 the bed 这个床 measures two meters in length 或two minutes long 这个后面加个补足语了 因为它长宽 高 深 都行 这个床 有两米这么长 用in length 或者用long 都行 有多宽呢 the bed measure is one meter in width 或者one meter wide 有一米宽 两米长 这个measure 是长 宽 高 深 都可以 还有一个有多重 很好玩 跟他一块记 weigh 如果表示称什么 什么的重量 普通的一个 几乎动词就好了 但有多重 是细动词 后面用数量词做表语 这个男孩有五十公斤重 the boy weighs 五十 kilos 当然通俗场合 只用必动词就好了 the boy is fifty kilos in weight 但用这个词词呢 用weigh一个词就好了 后面直接加数量词做表语 叫有多高 多宽多深 多重 等等等等 这些比较文言的书面语 可以同时记住 都是系统色 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四句话 看屏幕 from the shoreline out to a distance which may be anywhere from a few miles to a few hundred miles runs the gentle slope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geologically part of the continents 前三行到斗号之前 这一大堆黄颜色的 都是地点状语放到了聚首 从海岸线开始向外 我们站在大陆上 向外就像大海那个方向了 对吧 一直到这么一个距离 什么距离呢 这个在下滑线的部分 明显是定于从距修饰这个distance 距离有多少呢 大概有那么几英里到几百英里处 就从海岸线 一直到向外 到几英里到几百英里处 是什么呢 runs the gentle slope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the continental shelf 就大陆架的意思 大陆的叫continental shelf 不是架子的意思吗 gentle是平缓的 slope是坡 大陆架的缓拨 注意这个run 表示延伸延展 延伸在那里 注意这是run是不极无动词 大家看到run后面的大陆架的缓拨 可不是它的避语 你要认为它是避语的话 这句话没有主语了 是它的主语 这句话用了全部倒装了 正常语序应该是 the gentle slope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runs from 再加to这个结构 延伸在那个地方 这用了全部倒装语序了 这个全部倒装咱们一会会说 是表示位置的壮业方的聚首 后面全部倒装 全部倒装目的 是不是突出聚没的主语 等于突出了大陆架的缓拨 并且后面又出现什么呢 都和后面最后一行的 这个协定字黄颜色的 geologically part of the continents 做大陆架的缓拨的同位语 从地理学来说 它也是大陆的一部分 说明这依然还是大陆 突出聚没大陆架的缓拨 这么一个聚没的主语 注意 全部倒装是突出聚没主语的 第一个先看一个run这个词 我们说了延伸延展 这个词是不极无动词 看一个正常语曲的例子 There was a path running through the middle of the forest 有一条小路延伸穿过了森林的中部 本文中大陆架的缓拨 有几英里延伸到了向外几百英里处 是这么一个用法 本文中用了倒装 这个倒装就全部倒装 整个魏东斯搬到了这个主语的前面了 那么全部倒装什么条件呢 这三册知识复习 就是表示位置或者次序的状语 放在聚首 只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要用全部倒装 注意两个条件缺义不可 第一个 主语不能是带死 第二个 魏语不能是集无动词 本文中 主语大陆架的缓拨不是带死 魏语乱 它不是集无动词 它不集无 所以用全部倒装 用的是完全正确的 这全部倒装我说了 它的目的是突出聚没的主语 我们看例子 on the hill stands a temple 这个stands处立在某个地方 不集无动词 这用了倒装了 on the hill 是表示位置的 状语方的聚首 主语庙不是带死 位语stand不是集无动词 用了全部倒装 正确语气是 a temple stands on the hill 那么明显第一句话 是突出了庙 山上有一座庙 是突出了这个庙 其实在中文中 也有全部倒装 中文中的倒装 也是为了突出 剧目的主语 你不信 咱看看 也是全部倒装 你比如说 一轮金黄的圆月 挂在深蓝的夜空之中 这是正常语序 但是用全部倒装 我先说深蓝夜空中 深蓝的夜空中 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是不是全部倒装 挂着 都放到前面去了 你说哪一句话 突出金黄的圆月 你再体会 一轮金黄的圆月 挂在深蓝的夜空之中 倒过来说 深蓝的夜空之中 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你发现 哪个突出金黄的圆月 明显是第二句话 倒装更突出 你不信再看 In came Miss Green 进来了格林小姐 In往里边来 是表示位置 那么主语格林小姐 她不是代词 Can come 就came了 她当然不是起无动词了 全封倒装 是对的 那相当于Miss Green came in 但是就不如第一句话 突出Miss Green 格林小姐 你不信看 诸文中也可以倒装 对吧 格林小姐走了进来 但是我们倒过来说 一推门 进来了格林小姐 你说哪句话 突出格林小姐 明显是第二句用倒装 进来了格林小姐 因为拒末是最重要的位置 这是这个道 但是不满足条件不行 你看这句话 Out he went 她出去了 这是正确的正常语句 但是不能倒装 你不能说out when he 这不行 为什么 因为主语是代词 代词本身就并不重要 如果强调的话 一定用名词 以前的句目的主语 怎么会用代词强调的 这不可能的 这句话也不能倒装 Until John so merry Until在山上表示位置了 但是C 就是一般国家是so 极无动词 你不能这么说 Until so John merry 主语比你撞一块儿去了 这开玩笑了 所以注意 主语不能是代词 位语不是极无动词 满足这个条件 用全部倒装 我们刚才看到 是表示位置 表示次序也行 再看表示次序的 Now comes your turn 现在该你了 刚才是他 现在是你 Now表示次序 Your turn不是代词 那么come呢 不是极无动词 用倒装 对了 再表示我们三册的第56 和河流我们的邻居 Next came a horse 随后又来了一匹马 Next表示顺序 次序 马不是代词 come不是极无动词 Next came a horse 全部倒装 就好了 这是三测试的复习 好 那么大陆价是延伸着大陆价的缓坡 大陆价的缓坡 从地质学来说 是大陆的一部分 Geologically 它就来自地质学 怎么讲过 Geology 地质学 还记得地理学吗 Geography 多次讲过 Logy 或者ology 是研究 Geo是大地 研究大地 是地质学 Graphic是血 大家还记不记得 Graphic 比如write 血先来大地的情况 是地理学 徐霞克是地理学家 他不是地质学家 还有几何学 叫Geometry Geo是大地 METR 可以表示丈量 的意思 丈量大地 几何学 几何学 来自古埃及 尼罗河经常泛滥 农民要经常 测量田地的边界 所以这个丈量大地 派生出几何学 整个句子好翻译了 从海岸线一直向外 从几英里到几百英里处 是绵延的 大陆这样的缓坡 从地质学来说 它本身也是大陆的一部分 那这儿有了海水了 还是大陆 那什么时候 真正大海才开始呢 看第二段的最后句 他说 The real dividing line between continents and oceans occurs at the foot of a steeper slope 真正的分界线 Dividing line 后面这个黄烟寺的 后制定语 就是大陆和海洋 之间的分界线 在哪呢 存在于 occur 注意不是发生了 这是书面语 叫存在于某处 就像是exist 或者be found 这个意思 存在哪呢 在更陡的坡的脚下 如果平缓的坡 大陆加的黄坡 一旦突然就陡峭起来了 大海开始了 就这么一个意思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最后一行 那是地点状语 在这个地方存在于这个地方 注意occur 这是书面语 表示存在于 这不是发生 我们看一些例子 minerals occur in the earth's crust mineral 咱们在第十三个讲过 叫矿物质 矿物质存在于地窍之中 这个occur不是发生 是存在 表示存在有好多容易错的一些表达 都可以表示存在 比如说 这个exist 或者be found 表示存在 exist它就比较熟悉了 be found 不一定发生被发现 它可以表示存在 你比如说 vitamin C is found in citrus fruit citrus柑橘类的植物 那么微生素C 存在于柑橘类的果实之中 橘子 橙子里面 有微生素C 这是并不是被发现 是在于这个地方 存在于这个地方 这个搭配大家还记不记得 新干键三侧第一个 a puma at large 第一句话就是 pumas at large catholic animals which are found in America 不能说这美洲诗 在美洲被发现了 如果被发现 得用一般过去诗 它不可能天天被发现 存在于美洲 就产于美洲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就是存在于 这个意思 存在和好多书面的表达 比如被动词 在这不是系动词了 普通的动词 可以表示存在 such terrible suffering should never be should never be 不能发现成 这种可怕的痛苦 不应该是 不应该是 那后面没有表语了 它不能发现是 就不应该 exist 不应该存在 你看迪卡尔说个句话 叫我是故我在 翻译成英语是 I think therefore I am I think therefore I am 我是故我在 这必动词表示存在 你看这个也是一个书面 在这口可不能翻译了 要翻译的话 就没有表语 还有好多表示存在的 比如说obtain 本来表示获得得到 极无动词 但是不极无动词 可以表示存在 存在 比如说conditions of extreme poverty now obtain in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极度贫困的状况 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 依然存在 obtain也是相当于exist 表示存在 有这个意思 那么存在于某个地方 我们还竟成了lie 后面叫in 叫在于什么什么 这个东西存在于哪里 后面叫in 我们看一些例子 the difficulty lies in providing sufficient evidence 问困难在于 提供充分的证据 大家知道他有罪 但没法定罪 没有证据 在于 它的主意一般是抽象的事物 困难在于 你看my main interest lies in the development a new technology 我的主要兴趣在于 新技术的开发 你看lie in 存在于什么里面 而且在于什么什么 它的主意一般是抽象的词 困难呢 兴趣呀等等呢 什么障碍呀 在于什么什么 可以这么来说 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 还有一个叫 悄悄的存在于某个地方 潜伏 就是lurk 偷偷的在那个地方藏着呢 叫lurk 你比如说 i saw someone lurking in the bushes 我看到有一个人 蹲在那个灌木丛里边 悄悄的藏着那 可能要行不轨之事 那这是表示存在 好 这个第二段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 好